中寮鄉扶原廣闊 则有南北中寮之分 而北中寮七村的居民 长期以来都相当期盼能够设立加油站 让居民可以就近加油 而不用大费周章跑到市区里加油 但因设置加油站得面临环境的问题 这也是未来相关单位面临的重要问题 因为北京老家在北川 人口也要四五千年 因为没有这个交游站 非常不方便 所以他们这些乡亲都很需要 北中寮来来接一个交游站 所以现在相平都缺乳 所以变成这堆 还要接交游站 变成要突破 要突破 我会请我们建设处 要请两眼局来协商 看要来帮这一百公囚 帮人一百公囚就要来克服 台湾中油公司也在会堂过后表示 会积极协助兴建的事宜 提供北中寮更好的服务 因为这堆 就是有这桥梁的问题 还有这个用地的问题 公安方面 或是驾站的兴建方面 有什么问题 我们或是经营辅导方面 就是保安是我们来专业 我们总体一无反顾的来跟各位合作 你就是提供在地乡民就业机会 然后你的利润分享给乡民 做我们的公共建设的经费 让我们这个北中寮以后更好更棒 前一员廖一贤肯定县长的施政作风 也感谢台湾中油公司的帮助 北中寮这七川没有设施一间九十 大家都要加油的时候 都很不方便 关键人有心 如果做公司没有设施 他要用国公共作战来设施 什么让我们民间去经营 因为这样 也能够来造成我们地乡 这个失业的问题 让我们地乡的人去加油去谈 希望今天这个肥肝可以终于 来设施这个九十 带一支就会成功 期许透过相关单位会康过后 能够紧速完成北中寮居民的愿景 也能提供附近居民就业机会 更能带给居民们更好的生活品质 记者李永胜 中寮采访报导 对对对对吧 对对